为何小燕子在宫里玩一胎流一胎 出宫后孩子满街跑 这背后究竟隐藏什么大阴谋 先数一下小燕子两次流产 一次是扇书活动 她在藏书楼里翻来翻去 即便下大影了 勇齐一旧让她赶紧帮忙 谁料她摔跤把自己的孩子摔没了 这样一看 好像是小燕子好动的性格所导致 但如今看 这就是一场宫斗大戏 失去第一个孩子 小燕子也委屈地说自己压根不懂怀孕 没有人教过自己 而她是勇齐的福建 这些事理应很多人会教 但明显是有人故意不告诉她 而之话却有贵嬷嬷还要零非教 唯独小燕子没有 第二次是勇齐的一个花瓶 因为勇齐怕小燕子伤害到黄阿玛 所以砸了她 可惜二人又一次不知道怀孕了 这下弄得乾隆都灰心丧气 觉得她太不小心了 可老佛爷去城流产没事了 反正她不想要小燕子的同孙子 掉了已经算了 没什么可惜的 小燕子的孩子 谁知道长大会是什么样 生下来是福是祸都很难预料 可见小燕子一直被她看不上 而出宫后小燕子离开了散截 有了一父一母的帮助 她格外的注意小心 一下子就连生四个孩子 啪啪打脸一些说她不会生意的人